大家好,今天我们来修一台机器,叫洗洗劳斗鱼,他们说这台机器漏电,用鼠摸到这个机器的外壳,像针扎的一样,要是手上有水就更明显,现在我们把电源打开来试一下看,把这个机器开起来,两边都开起来,里面有两个缸,把温度也升起来,用腕影表测量一下这个机器的外壳带不带电, 一根表针放到不锈钢的架子上,另外一根表针放到射壁的外壳,测一下它有没有电压,这样测到有80多幅 现在我们把机器加热方面的东西把它关掉,就光通电源,看看还有没有电压 现在加热和滚筒,转动都关掉了,只是通道电源,我们再来测量一下看 还是一样,巴斯豆腐 打开盖子,检查一下看一下是什么原因 打开盖子,这里面就是所有这台机器用电的东西都在这里 这个是总开关,用的是三项电,这里我看到有一根双色线,怎么接在黑色的线上 让我们看一下这个黑色的线是什么线,是地线还是零线 我看了一下这个黑色的线是跟零线,用万英表测量一下这几根线和机壳接不接通 测到这一根线是不接通的,我们看一下开关有没有打开,开关是开的 再测量一下另外一根线 测到这四根线和机壳都不是接通的 这几个固态吸电器是控制那个加热管的,我们也测量一下它的下单头 测一下加热管有没有问题 车头加热管也是没问题的,这一个交流接触器是控制电机的,我们也测量一下 车头电机也没有问题 这里有一根机器的地线 他们没有接 他们当时拉线的时候 就拉了四根线过来 没有拉地线 所以就没有接地线 你看到没有 这插头这里 总共就是根线 把一根上色线当成零线 这个机器现在带电 是产生的感应电 感应电厉害的话 有时候所失的话 就有点吃痛的感觉 那我们把这个插头 把它打开来 我们从这个插头里面 接一根地线过来 插头的中间 有一根上色线 这就是地线 我们把涉币的地线 并到这一起 涉币的地线 我们并过来了 把插头张回去 把涉币的电源开起来 把机器开起来 我们再试一下 看看还有没有电 把涉币的这两个缸 所有的东西都开起来 现在全部开起来了 我们再用万元表去测量一下 现在涉币接上了地线 用万元表量到显示为0 像这样的涉币里面有水 或者是要加温的 里面电子元件太多的 就一定要接上地线 要不然很容易产生感应电 好了 今天的维修结束 朋友们再见